大家好,自从2000年元月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这些接待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导游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这么两年来,自己经常去一些景点拍摄 今天就把我拍到的北京市区的美好风景 在景山拍到的这些画面呈现给大家 站在景山上,我们可以眺望到整个北京城的市戎 我们现在是从景山的东边这个方向往南边看 景山的南边下面就是故宫博物院 古时候皇帝们生活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圆咕隆咚的大屋顶 这是什么呢?熟悉我视频 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国家大居院鸟蛋 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如果您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呢 可以找我以前发过的视频看一看 那么接着再往西走 这棵树挡住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它后面就是我们知名的中南海 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在的地方 那么再往远处看呢,就是北京的西山了 这个白塔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悠久啊 这个白塔下面现在是景山公园 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处都是山连着山 北京的西边,北边和东边三面都是环山的 那么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呢,是北京西北边的山 八达岭长城就在那个方向 2022冬奥会的赛场也是奔着那个方向走的 北京的市中心还保留了一些老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周围就全都是高楼大厦了 比如这个,这个是北京的新地标 北京最高的楼,之前也有一期视频 您如果乐意想看看就翻我以前发过的视频看一看吧 北京最高楼是在北京的正东方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沿着东北方向回归到北方 我们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有特色的建筑呢 屏幕下方的这些黄瓦红墙的建筑呢 还是景山公园 那么我们往远处看 稍微远处那个建筑,您不觉得眼熟吗 那个就是钟楼和鼓楼 之前我们有一期自行车游北京的视频里面 曾经有过这个介绍啊 如果您感兴趣,您回去找找 那么在它之后还有一个这个建筑像钉子一样的 这个是北京的奥林匹克塔 它的脚下就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场馆 比如说鸟巢和水利坊就在它的脚下 这些建筑呢都是沿着北京中轴县修的 中轴县再往北越过那些山呢 就是怀柔 APEC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方召开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超豪华的酒店 在APEC会议中心附近 回到我们所在的北京市中心的景山公园 在景山这座小山的山脚下 北边有一个气势恢弘的院子 这个院子以前是存放皇帝祖先灵牌灵位的 最近呢重新整修过一番 这里面的这个大殿也好 古剑也好 都是经过重新粉刷 重新修饰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这种感觉啊 古说皇帝的那种感觉真是不一般 这个地方是北京市中心的景山公园 来北京如果有时间 尤其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建议您千万别错过 一定爬到景山山顶上 看一看现在的北京 北京市中心的景山顶上